大海的另一頭湛藍的太平洋海天一線 仔細看遠處好像有座神秘巨山 有民眾從南回公路拍下照片 海面上竟然出現一座山 四周漂浮白色雲霧 這可不是離島而是台版富士山 電影裡面才會出現的那種感覺 就是霧然後山也很棒 民眾好奇半天原來是台東都蘭山 是海岸山漫南段最高峰 海巴一千一百九十公尺 被北南族阿美族稱為聖山 同時也是目前台灣正在跟聯合國 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的項目之一 但想要看到都蘭山悬浮在海面上 可沒這麼容易 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回流的影響 所以在台灣甚至在台東這個地方 高壓回流的狀態是比較穩定的大器 要在這種梅雨季到海風季之間 這種空檔的時間是比較容易會有出現 氣流沉降再加上拍攝角度 讓高聳的都蘭山奇景更添一股神秘氣息 通常出沒在梅雨季之後 只要沒有颱風都有機會出現 想親眼目睹的民眾可以到南迴公路兜風 碰碰運氣 捕捉台版富士山的神秘樣貌 TVS新聞調節黃靜芬台東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YT頻道 TVBS國際Plus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可愛 puedo致散 канал